各位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 救生唱 在离岸甚远的转油台上 有一种看起来蛮滑稽的装置 好像一颗子弹的形状装在这个炮管上 当这个转油台发生紧急的事件的时候 好比说是爆炸或者是暴风或者是大火 工作人员就可以赶快进入这个紧闭的救生舱 系上安全带 按下电流 整个装置就好像子弹一般的射出 落到安全的地带来等待的救生人员 把他们救起来 我们的人生当中 也会有突然发生的紧急事件 也许是失去了工作 得了绝症 出了意外 或是家人的便利 在仓皇之间 我们到哪里去找避难所呢 有什么东西能将我们带到安全之地呢 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有钱却买不到健康 有朋友却得不到安慰 有才干却找不到工作 在暴风雨中 在暴风雨中 煞死我们失去了保障 再多的金钱 物质 也不能救我们脱离困境 我们实在是需要一个救生的装置 主耶稣说 祂是我们的避难所 在祂里面有真正的平安 谁也不能伤害我们 因为祂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问题是 平常我们也没有去练习 使用这个救生的装置 如果我们心中常常没有主 到时候我们要尝到哪里去 如果我们不保持与主一个亲密的关系 灾祸来到时候 我们怎么懂得去操作 我们能够发射的出去吗 记得孩子小的时候 在游泳池里教他们游泳 刚开始 站在水浅的地方 要他们漂浮过来 他们因为相信父亲的能力 便毫无顾忌地游过来 等到熟练了 再带他们到水深一点的地方 让他们对自己有些信心 但许多时候 当孩子们他脚踏不到底时候 当父亲的身影变得小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紧张 此一乱 但是在鼓励和爱的呼唤下 他们还是会继续地往前游 这样不久 他们就能够独自游水了 上帝在我们人生中 也给我们不同阶段的深度 为的是教我们学习 信靠他 依赖他 我们对他的信心 是建立我们对自己信心的基础 会随着时间的考验而增加 因为我们知道 他的眼目藏在我们的身上 他的手不会离开我们 我们可以放心地去做该做的事 当灾害来到的时候 他就把我们救起 带我们到平安之地 如果光是对自己有信心 当困难真的发生的时候 才想到需要上帝的帮助 那可能就太迟了 愿神保护我们 谢谢 感谢观看